您好,我是五年一班张芷芸 今天我要为您捣揽范骨的作品《麦田群鸭》 此幅作品完成于范骨去世两个月前 是范骨最著名也是最能深思的作品之一 有许多证据指出这可能是范骨最后一幅作品 范骨喜欢画在风中饭馆的麦田 在这幅画中,很高黑烟鸭的鱼片 无数只乌鸦群起而飞 有风的蓝色天空及狂乱的乌云 容易感到风雨欲来的压迫感 似乎在预告着范骨接下来的遭遇 范骨空旺的天野景色 用简化的造型在横面上流动着色彩和云郁 星条澎湃烧动 色彩建立到只剩红、黄、蓝三原色 蓝色的天空与黄色的麦田 绿色的野草与红色的道路互为对比 框化幅的比例使麦田延伸的特别宽阔 一般常用在宽广开放的天野上的构图 北顶岛过来 画面的透视点一般是由前景向远方延伸 但此幅画座的走向却是由远方的地皮线向全汇集 画面缺乏中心试点 蓝天与黄色的天野朝相反的方向推进 一大群乌鸦飞过天与地的界限 看不出飞向何方 这幅画明白反映了范古当时绝望的心境 这幅画让我感到有些压迫感 伴随着微微的恐惧 因为范古看到西奥有了美满的家庭 她不想造成负担 所以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幅画看起来银山带有格外的美丽 谢谢您的聆听